中午用餐时间呢很多人搭火车搭高铁的时候都会买个便当来吃 不过知名部落客宅女小红在网路上po文批评高铁的便当菜色分量小 售价要120根本就不划算 而高铁呢也做出了最新的回应 请记者胡佳珍来告诉我们 佳珍 这主播各位观众知名部落客宅女小红在网路上po文批评高铁便当又小又贵 买了一份甚至还有被洗劫的感觉 高铁刚刚也做出了回应 来看稍稍访问 便当是跟空厨合作的 在南下的部分是跟复兴空厨 在北上的部分是跟高雄的空厨 那在台湾高铁公司的部分 跟我们合作的厂商都会对品质菜色 卫生还有新鲜度的各方面做品质严格的管制 根据高铁的说法 佳珍小红所po文的文章是在10月份 那么这款便当呢也已经全面下架 高铁也已经在12月推出了 份量更提升的全新菜色 那么高铁也表示呢 所有北下南上的便当呢 都是由高雄空厨 还有复兴空厨所制作 在品质控管上绝对没有问题 而对于外界的批评呢 也会积极在改进 以上简单的情况将进来还给公演主播 高铁的回应说 12月份的菜色已经升级了